完了,没戏了,大矿都不合格,还努力的屁啊,平得跟平原一样 都因为你这个死老太婆,啥也不能干,就知道瞎指挥,这下好了吧 这个家要散了,你如愿了吧 王老太本来就眼貌惊心,现在看到大孙子,居然这样说自己,打开一声倒在了地上 大姐你消消气,事情还没坏到不可挽救的程度 第一,老知书那个老王把都说了,最终结果还要看社员们的意见 所以咱们还有希望,明天我出去找找人,多联系点人,也许胜利的还是咱们 第二,退一万步,就算范青林真的不能干计分员了 那我就把她和青松一起都送出去做临时工,这个家保证还能越过越好 可是,大姐我就是,看不得那些畜生好过 大姐,有些事你还是想不明白,范铁柱用不了两年就得瘫痪,到时候她能拖累死那一家人 还有,你没看出来吗,范之那小子现在根本不干活了 很多人都看到她天天往公社跑,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就这样的小畜生,她能过好日子吗,那小子还吹牛逼 要送两个小的上大学,要让她姐疯疯光光嫁人 要娶个大胸大屁股的大学生做媳妇 她平常,她要是能干成一件,咱们王家的王子就捣着血 而此时范之这边,关小雅和刘颖正在对着刘小娟苦苦哀求 你们家做的饭太好吃了,让我们俩入伙好不好 我们的粮食全都给你们,平时该买菜买菜,该买肉买肉 只求你们吃饭的时候,带出我们两双筷子 刘小娟心地本就善良,而且她还特别心疼这些知青,在她心里 这些知青都是没娘的孩子,都很不容易 范之虽然一个叫得翻白眼,但她怎么可能拧得过老娘 然后所有人都站在院子里,迎接范铁柱回家 范铁柱是低着头,一路小跑的那种回到家 这一下范铁柱终于露出了笑容,其实有一点范之没说到,她也很在乎家里人的看法 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全家人都坐在了一起,刘小娟和范华坐在一起聊天 他们一家人,可把隔壁的两个女之亲羡慕坏了 我好羡慕,如果我和那对傻小子结婚,是不是就能参与进去了 关小雅没有回答,她的眼睛已经直了,满脑子都是另一幅画面 不管了,今天晚上一定要给她做个检查,等姑娘一宿不睡了,就不幸看不到 范铁柱和刘小娟两口子,聊了很久 老头子,你看出来问题没有,小植和那两个丫头,你有没有发现她们很不正常 我没看到,怎么回事,你快点说 你真是个瞎子,你想想,她们两个大姑娘,如果不是对咱家的印象很好,会和咱们搭伙吃饭吗 那和小植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和小华都发现了,那两个丫头都偷偷盯着咱们儿子看 我怀疑她们和咱们搭伙吃饭,是为了咱们儿子 不会看错了吧,小植那小子看都不看她们一眼 她能有那意思吗,她不是说了吗 要娶一个大胸大屁股的京城女大学生 说你傻,你还真是傻 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哪有不喜欢大姑娘的 明天你再看看那个关之清,她屁股还不够大吗 我怀疑,儿子的那个标准,就是看过关之清才定下的 那咱们要给儿子找媒人吗 咱们可以给他们创造机会啊 咱儿子长得又帅,又能挣钱,还会做好吃的 哪个姑娘能不喜欢 就按你说的半,我相中那姑娘了 她配得上咱们儿子,屁股那么大 肯定能给咱们生孙子 范子可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所有人惦记上了 她还悠哉悠哉的自以为是呢 还以为她自己是主角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殊不知,早已经成为两位女之亲的猎物了 第二天一大早 刘颖就将清风跟国国叫到了身旁 小清风,你哥想娶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大哥说了,要找一个胸大屁股大的 还要有小蛮腰,还要白 还要是京城的大学生 听完刘颖摸了一下自己的胸部 又掐了一下屁股 突然感觉生无可恋了 光鸡一声坐在了地上 完了,没戏了 大矿都不合格 还努力的屁呀 平得跟平人一样 不过小雅你倒是很符合呀 哇哦 哇哦